欢迎回来这儿闲花 听说你也想放弃音乐 那么一起来学 群舞编配选用了OpenSysus2条弦 我们需要把6弦见两个全音 5弦降全音 3弦不变 2弦升半音 1弦降全音 节拍戏定速在128 但是演示环节我们把取速解半到64 变量价放在4品 小影 因为各种技巧敲提比较频繁 所以这段应该是全曲最难的部分 第一拍是前8后是6 先是下扫 然后右手剥鞋 那为了方便接下来的演奏呢 这里最好使用中指上钩波弦 接着这个代替的标记音符是左手激弦 括号里的12代表右手拍泛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曲子里面 不是一定要拍出泛音才可以 只需要拍出正确的音高即可 为了保证演奏的干净程度 我们最好使用中指的指尖单独去敲响一根弦 而不是整根手指拍下去 接着右手波弦 左手激弦 然后紧接着的扫弦 我们需要注意到一定要扫到二弦 接着我们重复上面两拍同样的动作 整个小节连起来就是下扫 波弦 机弦 拍泛音 波弦 机弦 练好这个节奏型以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第二小节和第一小节大同小异 但是因为和弦的切换 执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同时第三拍开始 左手激弦和右手拍泛音的位置也有所改变 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到第四小节 这里是非常常见的PM技巧节奏型 这个位置的技巧是右手拍在纸板上并制住所有的弦 也算是很常见的技巧了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扫弦一定要扫得有轻有重 扫弦的位置也应该有所区分 这样才能把伴奏与旋律分离开来 最后一拍则是装饰型的拍泛音加扫弦 而下一小节的节奏型也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直发改变了 从第九小节开始 我们的节奏型又回到了第二第三小节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个音符左手激弦的位置有所改变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第八小节则变化幅度稍微有点大 我们需要先扫两个八分音符 然后拍泛音 左手激弦 右手拨弦 左手激弦并勾弦 右手拨弦 然后是拍泛音加上扫 然后注意一下第九小节前半段只需要上下扫即可 后两拍则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扫弦完是左手激弦 然后右手拍泛音 接着我们闷住所有的琴弦 下扫加上扫 好我们来看第十小节 从这里开始难度会稍微简单一点 如果我们想弹起来更跳脱灵动一点的话 可以在第一拍的两个八分音符扫弦上都加入适当的断音 简单来讲就是扫弦后左手立即松开 让声音不再延续 这是Funk吉他中常用的演奏手法 紧接着我们的节奏型大体是没变的 但是这里我们最后一个音符变成了左手激弦 下一小节则变成了很常见的节奏型 再接下来则是完全一样的乐剧重复 这里我们就不多赘述 主歌部分大部分与小影完全一致 但是二十四小节变成了一段 类似于UNME的PM节奏型 紧接着是一段快速的拍泛音点弦交替 然后是清扫两下 最后是常规的拨弦 接下来这段应该是最简单的部分 但是一定要注意强弱变化和右手的扫弦位置 第一个音符的标识为轮扫的意思 这里为了有更丰富的层次感 最好是把小指也一起用在轮扫上 紧接着是拍弦 这里我们只拍低音部分的弦 让高音声部的声音继续延续下去 这样可以让旋律和伴奏分离的更明显 拍上下上 然后是高音弦的下上 下一小节也同理 接下来的小节也大同小异 但是后面三个音符分别变成了 拨弦与拍扫 接下来我们的右手演奏力度可以稍微增大一点了 情绪开始逐渐上去 右手也相对来讲会更复杂一些 接下来这个小节的节奏型与前面的一些小节类似 就不多队数了 那这个小节呢 则变成了Funk吉他演奏常用的扫弦和闷扫快速交替的节奏型 最后两个音符使用了Funk吉他里面常用的Skank技巧 简单来讲就是同时扫响好几根琴弦 但是只有一个音在响 其余的则是闷住 需要一定的手指独立行 建议反复练习 这里与前面出现过的节奏型一致 下下上拍上下上重复两遍 下一小节先是扫弦然后是拨弦 左手机弦拍扫拨弦 两次下扫拍扫拨弦 这里的节奏型也与上面出现过的类似 这里第一个音符低音弦最好用大拇指来反扣按弦 接下来这样和弦转换效率会更高一些 接下来这个小节应该也比较简单 先是扫弦 然后左手机弦 接着轻轻扫低音弦 然后是八分音符的上下交替 只需要注意和弦转换就好 接下来这个片段则是重复上面的乐句 但是四式小节变成了结束乐句 先是两下下扫 然后接下来这个符号是休止的意思 就是让所有的音符不再发出声音 然后是常规的播奏 伪奏部分与前奏的部分是完全一致的 伪奏有好好练习的请友 在这里应该能完整的演奏出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